现在是9月28号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谓的秋枣 就是枣树 夏天发的烧 上面结的枣 是在9月底到10月份 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食用的 大家如果看到我7月6号那个视频的话 那是夏天的枣子 如果不经过特别措施的话 50%、60%甚至更多的枣 都会被松鼠啊 被鸟糟蹋 那我这是一个新栽的树 我也采取了措施 钉了些铁桩 是准备把它圈起来的 但是经过我观察发现 没有什么鸟的危害 基本上每一个枣都挂在上面 完好无神 那有天我老婆突然跟我说 现在鸟都跑到南边去了 说的真有道理 现在快进入已经入秋了嘛 这些鸟这些猴鸟 大部分都我想应该都飞到南边 是应该飞到南边去了 然后夏天的话 春天我们这院子里成群成群的鸟 那现在基本上一只鸟都看不见 所以是对的 秋早不用防鸟 这是个好消息 那这一秋早 你这边是像羊的面 那是不像羊的面 像这边的就成熟就会晚一点 这还是比较轻 在像羊的面 成熟的就早一点 你没有必要等它全部变得红彤彤再吃 红枣红枣 其实不是说要等它全部红了再收的 你有一点点像这样 有点点红 皮肤有点发红 这个枣子都是可以使用的 非常好吃 秋早的口感 那我在旁边还有一个枣树 大家知道就是 今年春天栽的一个小苗 夏天我没有让它挂枣 因为是小树 但是秋天 夏烧上面接了几个秋烧 我就把它扭住了 主要是想比较一下 这一棵枣树和我那个枣树的区别 就目前来看 这上面有十多个秋枣吧 也是 就目前来看 这个果子的形状 还有枣树的椰子 跟我那棵都差不多 但是明显呢 就这个枣 这个枣现在还没有成熟 还差了一两个星期 和我那个枣 和我那棵枣相比的话 和这棵相比的话 再看吧 我是在仔细观察 这两棵枣树 究竟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棵枣树 在我十多年前买它的时候 我是说这个品种啊 我买它的时候 标签上并没有标明 它是什么品种 只是说是九九笔 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 它究竟是什么品种 但是至少是大红枣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秋枣好消息 不用防鸟 连这上面挂的果子都还在 还有包括这里还有一个新挂骨的 还是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轻的 不知道今年还是不是能成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九月底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